3月11日 有网友分享了李兰迪梦回大清路透照 这可是他第一次主演清工具 穿上古装的李兰迪看起来还挺温婉大方的 只不过不知道是拍摄角度问题还是浮道化没准备好 一身宝蓝色宫装的小姐姐显得有几分老气 而且仔细一看还有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 这造型表示有点像蛇丝曼 李兰迪在新一代明星中一直是很被看好的一位女性 而且她在你好 旧时光中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 微微婴儿肥的学霸君一笑起来又美又甜 让人忍不住心动 难怪被网友们公认是国民初恋女神 而在梦回大清中李兰迪将挑战一个穿越女的角色 在故宫中迷路意外穿越到清朝 在风起云涌的皇宫里展开了一段危机四伏的奇妙之旅 这个剧情也是很眼熟了 除了故事情节的似曾相识 在最新路透照中 李兰迪的穿着打扮也满满都是熟悉感 照片中李兰迪梳着老气横秋的发型 发间插了两朵白花 看起来很有环珠格格里皇后的既视感 只是这种过于成熟的发式造型和颜色 太过深沉低调的衣服 根本不适合甜美可爱的李兰迪 不仅生生掩盖了她清纯的气质 而且让她整个人变得老气又阴郁 不仅如此 在网友分享的路透照片里 李兰迪还明显的变胖了 尤其是上面这张照片 简直胖到不敢认 也许可能是角度问题 但是李兰迪变胖了也是事实 不少网友看到路透照片后 都纷纷表示 这身材魁梧了点 御膳房伙食不错啊 真的该减肥了 而且定睛一看 这不是沿喜攻略李贤飞的装扮吗 两个相似度90%以上啊 可是同样的服装发饰 两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舍师曼穿起来温婉大放 知书达理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书香世家的千金大小姐 而李兰迪压不住这种重色衣服 看起来就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奇怪小孩 妹妹年纪那么小 为啥要穿这种蓝色 原本李兰迪就很年轻 没有舍师曼那种 经历过大风大浪后 从容不迫的气度 所以还是会有不小的差异 因此网友们都认为一项小清新风格的李兰迪 更适合浅色服装 而在最近 该剧官博发布的 伊泽定装海报中 李兰迪换上浅色衣服 确实名艳亮丽了许多 只是好像又不慎壮壮复查容音了 看着七八分像的发型 梅花暗纹的金色宫装 以及圆团小善 可不就是复查皇后吗 不过还挺好看的 配上李兰迪特有的甜美笑容 又娇俏又温柔 给人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果然还是福道化的问题吗 看来长得再好看的演员 也逃不过福道化的锦上添花 这定装海报和路透照差别 也太大了吧 不知道正片播出 又会是怎样的呢 李兰迪梦回大清路透 造型老气胖到不敢认 该减肥了梦回大清还在拍摄中 从路透的服装来看 颜喜风真的好重 果然还是颜喜攻略影响太大 虽然颜喜风很独特 但我们还是希望看到 不一样梦回大清 只是模仿怎么超越呢 观众也需要新鲜感了 期待剧情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们下期再见